大家好,我是Trisha,歡迎收看安博足球快訊 星期三凌晨,歐國聯分組賽A,B,C,D組的精程會率先結束 當場好戲亦同時上演 D組方面,國際米蘭會主場迎戰王家蘇斯達 兩隊都已提前鎖定分組兩個出線之間 金像交手的意義是在於誰都能以投名身份進級 考慮到他們在第五輪都已作出輪換 以流力備戰週末各自的國內聯賽 似乎大家都對淘汰賽可能更有利的抽籤不太太重 就這樣一來,金像大家都未必傾潮而出 打和有機會的 上輪歐國聯分組賽,國際米蘭擁有絕對積分優勢 領先的情況之下進行大面積輪換 風扇上派出長期擔任後備的 阿力斯山齊士及馬高阿納奧奧埃搭檔 中球場亦收棄了很多主力 面對舊將 祖奧馬里奧短短三十分鐘內 想以武智氣法的暴力輸出 國際米蘭半場三球落後 下半場連下三成最終能攀平 分組賽,五輪打完之後 他們取得三勝兩王保持不敗 十月份至今各項賽事 累計取得九勝三王 陣容深度優勢之大 亦都證明了他們上輛歐國聯入決賽並不是靠抽好籤 歐國聯故意留力 主要都是為了要鞏固聯賽的領跑地位 而在過去兩戰大勝拿波里和烏甸尼斯的結果 來看他們的計劃是順利 接下來週末就要作下面對另一班實力不錯的對手拉素 國際米蘭能否延續這個輪換策略呢? 就要大家留意了 看國米近年來歐國聯分組賽表現 過去兩個賽季都以小組第二進級 而且在上屆登上最終決賽舞台的經驗來參考 預計他們不會太在意這次的小組第一 值得一台國際米蘭歐國聯主場表現比較穩陣 上屆到目前為止連續七場取得六勝一和佳職 當中五場有零風出現 而上次歐國聯有球隊能夠攻陷 由國際米蘭鎮守的梅亞茶球場 就已經在去年分組賽首輪面對白人的事 而王家蘇斯達現在的實力 和較為淺薄的歐國聯經驗 面對意圖保住主場不敗今生國際米蘭 想要贏球應該有難度 陣容方面後衛帕華特和迪華積 都是欣賞,金狀要缺陣 至於王家蘇斯達上輪分組賽 與國際米蘭採取的策略一樣 收起多名常規主力 最終亦取得打和 但後組在西甲聯賽方面的一勝一和 就不像國際米蘭一樣強勢取得修成 球隊今季西甲暫時排第五 他們爭管集團頗為遙遠 甚至進入前四都有一段距離 中下王家蘇斯達 賽季至今兩條戰線走勢來看 他們應該是有點固似失屁的味道 其實都難怪畢竟今年 王家蘇斯達在1314賽季之後首次參加歐國聯 能夠分組賽前四輪踢完就鎖定出線資格已經不錯 現在還得益於正勝球排在國際米蘭身前 只是美輪不敗就能以小組第一進級 理論上他們要比國際米蘭走得更深遠是有可能 當然也不要小看王家蘇斯達的野心 他們有沙迪基奧耶薩巴 九寶健英這些能力不錯攻擊手 加上前兩場歐冠聯作客都保持不惜球 國際米蘭就算有主場之力 也未必能夠完全控制局面 所以王家蘇斯達都有力保住一分 陣容方面攻擊手安達·巴倫·尼斯亞和巴拉斯·敏迪斯 都是因雙被戰 立即下載M直播 無論何時何地 猶如置身現場 看盡足球、籃球賽事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